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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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年前 我万万都不会想到说 我会去投入这个工作 就严、安置、医疗 然後再送娘 因為收容是最末端的 送娘也是最末端的 不是姐姐的事情 那时候我才善心善意的 投入了 肌炎捷渣 除了物资的健身 一定要让他们吃饱 第二点就是医疗 因為你狗狗救了你没有医疗 然後医疗以后 你收容在这边 我认为也不是说最好的上上之下 替他们找到一个 人爱他们那是最好的 可是呢 这要套餵 好多好多的程序 还有时间 謝謝 謝謝 谢谢 谢谢 妈妈妈狗园成立了21年 她为了流浪动物 投入了30几年的时间 园区总共400多只毛孩 她原先有飼养一只狗 但狗狗失踪后 因为想念狗狗 所以开始了救援和收养这件事 才有了现今的狗园 狗园目前没有开放任养和收容 她只希望能够陪他们到老 直到自己有一天不能再照顾为止 每年坚持到狗园的原因 除了是要帮忙卸货盘点之外 节省司机的工作时间 再来就是要盖圆区的章在感谢壮上面 感谢每一个参与歇天计划的朋友们 这个名称啊 是我从我哥哥那边得知资格制的 对 因为他之前上海工作的时候 那其实他们很像有一个团队 就是他们会去帮助一些有能力 那想要创业的年轻人 那可能是因为资金上的不足 所以一直没办法做他们想做的事 所以我跟他们很像就是有一群人 然后在帮助他们 因为每一包饰料都是来自不同的人 那也确实要感谢的人太多 你要我一一一个讲出来 其实也没办法 就统称就是要感谢的人太多 那我们就谢天吧 所以我们就把它去为谢天计划 OK 我刚刚在看我弟的这个谢天计划 藉由陈之凡作者 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谢天 那这个谢天里面有讲一句话叫做 要感谢的人太多了 那就感谢天吧 那他就沿用这个名字 开始这个谢天计划 那我们整个家族 还有很多朋友 就是每年都会固定的去捐很多的物资 让我弟弟可以把这些资源统缩起来 去给这些需要帮助的流浪动物 OK 所以呢 我现在非常好奇 到底我们公司的员工 大家有没有在做公益 然后他们都是做什么样的公益 或者是全部都是一群没有良心的家伙 OK 我们现在来 Let's find out 余佩你在干嘛 今天很悠闲喔 在这边工作 怎么又来了 来我要问一下 你平常有没有做公益的习惯 或者是帮助别人 不用做公益 疫情之前的话 是有在做公益服务的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志工团的 所以你是出力的 就是 对 那很好 平常的话就是捐血捐发票 那我上次在公司收到你一个那个 就是也是感谢还是 那个是寄给你的啦 那寄给我的 那个是寄给你的 好 非常好 记得帮我收好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 俊俊 你有没有在做公益 我之前有去菲律宾做过就是志工团 也很像地方创生啊 就是配合他们当地的材料 然后让他们生活改善 就是触电这个idea 来 你有没有在做什么好事 之前啊大学的时候是到偏乡 其实自己是有在菲律组织实习过 就军医 军医教育平台 Edan哥 怎么是怎么是 你平常没有做公益的习惯 其实我平常是没有在做公益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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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做一件 会帮助别人的事情 是因为 遇到徒步环道的人 然后我就会 比如说我买个饮料送他 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有去徒步环道 然后就是都受到很多人帮助 就比如说他送水给我 或是送补给给我 或是甚至要我去他家住 甚至有一个大哥就跟我说 啊这条路是我在管的 就是这条路是我要去雇的 我罩你 对我罩你 他平常就是有放水在他的车厢里 那是在那个世界哪一段 那个是在杨梅那段 那可能就是必经之地 对对对 我之前是有在五谷那边就有遇到 那我就 可能去冰浆摊或是杯商店 我就买了一两罐水给他们 我觉得这个精神是 可以比如说传递下去 就有点像别人对我的好 我就是再 传递下去 下一个人这样 你没有在做工艺 有 我跟各位说 我真的有在做工艺 可是我平常 有那种 可能零钱 我都会捐到 就是Seven旁边都会捐零钱 哦对对对对 对我都会就是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零钱带的 因为我很讨厌就是零钱 像这样子 那你这个怎么没有捐掉 哦 等一下去捐 等一下去捐 但我现在 那现在有全家 现在请先捐1块或5块 因为10块还是用得到啦 OK 哇 经过这样的一个 非常突然的访谈 我发现 其实公司里面的所有伙伴 还是都蛮 温馨的啦 这也代表说 我们当时在面试搭建的时候 真的是有符合 我们要的一些价值观 大家都是非常可以 愿意去分享啊 去帮助更多人的 那这也是我们整个公司 成立的一些种子 懂得去分享 或者甚至去帮助其他人的 因为用自己的心力 作业也就是要贡献的 呃 这些人其实他又更将倾向于 关注自己拥有什么 而非缺什么 那其实光是这一点 就会非常非常强大 你才不会把别人 对自己的好啊 或者是 可能就自己每天拥有的东西 当作理所当然 因为一旦当作理所当然的话 其实很容易不满足 一旦不满足 就会做出很多 会让自己不快乐的事情 也可能是会伤害到别人的事情 那我认为 其实要帮助别人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公益也好 我自己的看法是 会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就是即时的救护 就像可能去捐助 流浪狗协会啊 等等的以外 那另外一个就是长期 短期的话 他是救助 但长期的话 则是去赋予 他们有去创造 可能自己想要的 环境的这种能力 那也是为什么 我比较希望自己可以去 从事教育啊 培训相关的事业 让更多人可以 藉由学习 不仅是改变 他们自己的人生 然后也去让 他们有能力 改变更多的人生 最后呢 冬天快要到了 我相信现在会有开始 很多的社福团体也好啊 还有很多工业团体也好啊 他们都会非常需要 很多人的这种救助 很多人的资源 那我也希望大家 藉由这个机会 都可以去把你们的 这个爱心贡献出来 我们一起分享 更多的东西 给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相信啊 这块土力又变成 也是一个更好的地方 OK 这就是以上今天的 We'll be good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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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